这位姑娘别人给她起了一个外号叫女摩头 掌声有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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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叫杨阳今年24岁来自长春九台 然后现在是一名健身教练 我的爱情宣言是女摩头小腼腆喜欢我的主动点 好 好 这一出场一看就绝对是阳光运动健康型 好 我还在奇怪呢 现在的女摩头都是这种款的吗 这我说女摩头的时候大家伙是不是吓坏了 是吧 是别人给你起的外号吗 对 私教会员给起的 就是这样的姑娘如果是女摩头的话 都有哪个小伙是喜欢这款女摩头的 就只有Vancen不喜欢其他都喜欢啊 Vancen是喜欢 都给我灭了我还喜欢她干啥 是这个原因 来那Vancen说两句吧 来吧 告诉我 为啥呀 我想找男朋友不想找姐妹 男朋友也可以有暖男的 为什么我就成你姐妹了呢 太暖了 那不好吗 不好 太过于精致了 就有一点让我 精致一点不好 抱不住 抱不住 那你想抱一下啥样子呢 反正不是你这样 再见 有能享受你这样的 你得慢慢来啊 慢慢等啊 我不着急 这样时我也不喜欢你 我肯定是灭你的 我不喜欢穿运动装的 不喜欢穿 你这样时的 让我找到我老姨的感觉了 我老姨是瑜伽教练 你老姨可挺洋气 咱该说不说 缘分天使是8号是吧 红军 得到你的缘分天使 我特别开心 也很激动 然后你这一出场 我就感觉是 惊艳全场 我也会 多加地关注你的 谢谢 好 来看一下 我们这位女魔头的 第一个短片了解一下 健身 我是专业的 我叫杨中华 你们也可以叫我杨阳 今年24岁 是一名专业的健身教练 21岁我去了北京 当时觉得健身教练特别赚钱 然后经朋友介绍 我就去了专业的健身学院进修 入学后我们开始学习 解剖学 生理学 营养学 三个月后 我成功拿下高级私人教练证书 中国健美协会专业教练证书 运动损伤预防与纠正性训练证书 以及体势能训练证书 凭借我的专专业性 在北京做了将近三年的私人教练 平均每月收入一万元以上 也因为我的专业性 我在训练学员的时候会特别严厉 被他们吐槽为女魔头 朋友都说我 除了看身材像个女生 其他都像个假小子 衣服鞋全都是运动款 而且买的都不便宜 我的爱好也比较男孩 喜欢玩滑板 之前学了一天就学会了 别看我挺淘的 但是我在喜欢的男生面前特别怂 台上如果有喜欢我的男嘉宾 那你一定要主动一点 你好 小胖 你好 美女 你好 我看你家里呢 他骑个爹把玩琳琅满目的 这书那书的 你们给我传点秘籍啥的 就咱啥都啥招也都试过 但是就顽固性肥胖 就整个老闹心里 三分练 七分吃吧 首先饮食还是要注意一点 清淡一点 然后高蛋白低碳水量 那三分练呢 三分练怎么练呢 你教教我 他直接把吃放进了 说三分练 咱绕一下三分练的事吧 你有没有什么就是 比如说类似于什么体能训练的 全身的肌肉都能得到断练的这一种 抖音有一个比较火的 手肘支撑的一个挑战赛 有看到过 可以过来 能教我呀 对可以 用钱不 不要钱 那行那行 我这力量点那些 我这点几个 我来看一下试一下 看看看看 八号吧 八号 哎呀缘分天使给八号了是吗 展现一下 那好吧来 来八号十六号有请两位 全方十六号变 我挺孤立无援的 我在这台上 要不找个帮手呗 你找啥帮手 快点了 二哥鸡腿喝饭都给你 在这打当 哎你别说 二哥占小泡面前 怎么瞬间变得这么揪秀呢 哈哈哈哈 你还没 你还没 一个人干不过这八号 他急着咱们碰个圈 来那个谁 那个红军 你站在这儿 你先给他们晾两下子 对 我我来一套 那三个腿把这一块吧 行 哎呦好 呜好 好 好 那这要胖着圈就靠着 哎呦 哎呦 谢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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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帅了 我怎么感觉像机器人 哈哈哈 来吧姑娘 我可以先给他们演示一下 先展示一下 好好 好 好 掌声在哪里 好厉害 怎么样 好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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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啊 三二一 开始 我们来看一下好吧 啊 三二一 开始 小胖 小胖你那个肚子 多一点 可以 一点 你看看二哥 哇 二哥很棒 哇 好棒 帅 好厉害 好厉害 可以了可以了可以了 谁做的最好 但是小胖是可以获得一个最佳很努力 你教练干杯才是什么 哈哈哈 这三种类型的男朋友你会 又努力先天条件又好 哎呀哈哈哈 那种像我只下了最一样 我遭受了这种羞辱 好厉害姐 啊 短编你说美女嘛 学习都很快嘛 嗯 然后也教我们做这个动作 对啊 我也想教她弹道动作 然后让她学一下 哎呀好啊好啊 好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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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啊 本来就完事了 哎呀 这个互动啊 我觉得呀 有好多人扎心了 七号 验财 首先是这样的啊 就是说 如果我跟美女出对象的话 我会感觉到 就是很没有安全感 从我自身来讲 因为我 可能小公的手都没碰过 可能我对我自己的评价 就是对爱情的把握能力吧 就是很弱 然后那美女 就长得又这么漂亮 然后身材又这么好 还开这个私人的 这个健身工作室 我相信这美女 可能对这个男的 会没有什么想法 但是我不敢保证 这个男的心中 是否会起波来 不怕贼头 就怕贼垫你 哎呀呀呀呀 首先呢 我的个子比较小啊 就是很受女生欢迎的 那男生普遍是 增肌比较多一点 所以说他们肯定 会首选男教练的 对 那可能是那个 来选择教练 那个男的他没没开 选择男教练 然后偷摸看着你 因为我也办过健身考的 我这去 去那个健身馆的时候 有时候过了一个身材特别好的 健身教练啥的 那我偶尔也偷摸 没有了 一般那个私教的就是这个顾客有多少 有多少人大概 之前的会员大约在60人左右 百分之多少人是男孩 特别少 可能60个人里边五个人都不到 六个人 60个人就四五个男生 这样呢 能不能放心一点 我这安全感一下就上了不少 但是还是没有安全感 只要有男的就不安全 是吗 关键我这掌握爱情的能力太刺了 这小姑娘出去八九次 手都没牵上 你这之前没出对象 从来没有牵过女孩的手吗 以出对象的名义牵的没牵过 但是朋友之间有时候闹笑话 那摸两下 我看那也有